水中月邢中花 梦打碎才会知真假 风啸啸 雨飘摇 泪眼问 画画不答 回不到最初的年华 爱恨不过一年时差 人生落智 如初剑刹那 愿放下苦苦的挣扎 等不到盛开的年华 思念早已纷飞天涯 刻骨铭心 耗尽了牵挂 留不住 还放不下 谈芬花 皆落下 涂过了 多少个春香 没有几次无恙 守不住 花样的 年华 不住吗 好远 一个天 牵手 不住 应该是什么 不住 娣 你总觉得对我抱歉 我这是在想什么 她是我丈夫的兄弟 是我的大国王 就在今天 她和我的妹妹成亲 我在无私乱想什么 不能想 不能想 哪怕只是想 也是一种罪 大爷 是什么 来接盖头啊 太太 五姨她回来了 回来就回来吧 反正不管她在不在 二爷的心思都不在牡丹月 三位 你总算是回来了 我这一直悬着的心 总算是老下来了 秦升 对了 之前我听安堂主持说 你遇到了贼妃 我本想去看你 翠平 可是我问你 果实 出去吧 实在是怎么回来 来 走 你不会怪我吗 虽然你人没来 但是你吩咐那么多人照顾我 我知道你的心意 又怎么会怪你呢 男人 SpongeBob 男人 男人 guarding人 二门 对方 他cm fim 柳 devil case 就要他遇到了 我那 enfim 一样 喝茶 来 谢谢你啊 看看看看 这孩子长得多有福气啊 恭喜老太太 我看这大太太 就是一副多子多孙的面相 说不定要不了多久 老太太您就能抱孙子了 你听听 你听听 你可得赶紧为我们白家开枝算叶 我们白家可就靠你了 来来 见见 这些都是你小叔的妻妾 见见好大太太 谁是武依太采薇 我是采薇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绣方 不可没规矩 绣方站着干嘛呢 坐下 大家都坐吧 绣方 你是大方 按理说呢 你该坐在傅方的上手 这个 绣方 你坐这里吧 那就谢谢姐姐了 绣方 现在你已经是前锋的妻子了 这傅方 还得叫你称大嫂了 这规格里的称呼 不合适了 那我该如何称呼姐姐呢 我看 就叫傅方好了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不管你以前在马家是什么身份 现在 你却是我们白家名正言顺的大房太太 没事的话我先出去了 家里还有一大堆事情等着我处理呢 以后啊 家里有什么事 就让绣方一起帮着忙 她刚刚进门 也好让她先熟悉熟悉吧 我知道老太太疼我 只是这些事情 我做惯了难不倒 如今我还是当家太太 家里的事情 还是我说了算 你看看 你看看 也不知道管一管 娘 我看也算了 傅方也没有说错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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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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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这马秀芳倒不像是一个心机深沉的人 不然也不会当面让我难堪 很多事情呢 白家极力避讳 但凡他有点心思 就算他再怎么恨我 应该也不会当面表露出来吧 而我倒觉得 这马家教育出来的女儿 应该不会简单 你等着看吧 不过话说回来 蔡薇啊 你不在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就好像没了主心骨一样 姐姐这话可就过谦了 对了 最近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怎么了 确实 二位姐姐走得好快呀 我都没追上 姐姐 你都不知道你离开的这段时间 我心里头有多担心你 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二爷跟我说 姐姐一定会回来的 可我这心里头始终放心不下 今天能看见姐姐回来 我真是太高兴了 看到二爷真的没有骗我 二爷 二爷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就是上个月初六的晚上 二爷在我屋里头的时候跟我说的 上个月初六那晚不就是我遇刺的手吗 姐姐 姐姐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蔡薇啊 你是不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啊 可能是吧 好 要你为我担心 我真是不好意思啊 姐姐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跟我还这么见外 姐姐要是不舒服的话 就早些回去休息 那 碧盒就先告退了 你 蔡薇 其实 你也不必太计较 男人有个三妻四妾的 也很正常 你看你还没进门的时候 二爷不是已经有了好几房妾室了吗 我先回去了 你好好歇着啊 大爷 今儿恭喜大爷了 取得娇妻美眷 真替您高兴 所谓的娇妻不能娇心 还得时刻提防着 有什么好高兴的 吴姨太 中午都没吃什么东西 这是刚炖好的汤 你喝一碗吧 放着吧 吴姨太 我知道你心里面难过 你难过 就哭出来吧 不要憋在心里了 哭 不 我为她流的眼泪已经够多了 在安堂的时候 我看到每天她给我送各种各样的东西给我节目 我看到每天她给我送各种各样的东西给我节目 我知道她有多忙 有时候甚至忙得连饭都吃不上 可她却一直记得这些 那个时候 我心里说不感动是假的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还在想 采薇 或许 你可以放下过去 跟她重新开始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她在为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却睡在碧盒的床上 在我差点没命的时候 她居然在和碧盒欢好 她居然在和碧盒欢好 为她 我真不该对她保有希望的 我真不敢 二爷 喝茶 二爷 今天我和采薇从老太太那里出来的时候 碰到了碧盒 碧盒对采薇说了一番话 所以我觉得采薇有些不妥 二爷 你还是去看看采薇吧 欢迎订阅 何思认 会干吗? 我心里没有想过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的? 我怎么做的 你怎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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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 可是 再这么难过 你也不能跟二爷闹啊 二爷是男人 要面子 如果你让他下不了台 那最后吃苦的就是你自己 在这个大宅子里 没有了二爷的宠爱 你的日子会很难过的 我不在乎日子有多难了 可是我还没有为自己 为贵亲讨回功等 我还不能与他闹分 亲生 你来了 我听没想说 三位 你听我说 那天我不是有意的 没头没尾的 二爷说什么呢 我实在说闭合 三位 这件事情是我不好 对不起 我向你保证 绝对不会有下一次 三位 其实 你没有必要跟我道歉的 之前是我太小气 碧盒已经成了你的女人 你去她那里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不应该妒忌 更不应该为了这个事情跟你置气 你放心 以后我会好好地跟姐妹们相处 不再让你操心 三位 你说我的课是真心话吗 你看我像是在说谎了 送给你的 这是什么 法兰西香粉 是我一个客商朋友 从法兰西带回来的 上海那里都没得卖 咱们整个县只怕就这么一个 那岂不是就我一个人才有 你在我心目中 本来就是独一无二的吗 香味很特别 喜欢就好 什么 你不喜欢 你知道的 我平时就不怎么喜欢这些织服 对了 碧盒的生日快到了 你还是送给她吧 碧盒最喜欢这些了 送给碧盒 为什么送给她 好 其实吧 我跟碧盒的关系本来就不错 只不过是因为她 当了六姨太这件事情 所以才有了隔阂 二爷 你对她看重一些 我们之间才能融洽一些 好 这么好的东西 当真是给我的 二爷往日可就记挂着采薇一个人 这个本来是二爷要给五姨太的 可是她从五姨太那出来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让我给你了 我知道为什么 一定是采薇为了我和二爷闹了 二爷生气了 所以就将这个送给了我 只有二爷才能给你这么好的东西 你 有人吃醋了 瞧你那傻样 你放心吧 在我的心里 只有你一个 好 今晚 我在飞院等着你 走 走 快走 叫二爷去 叫二爷去 干什么这么多人 我们要见二爷 我们要见二爷 回事 二爷 大爷来得正好 二爷 我们今儿又想问你件事 为什么我们公人卖假药 就要接受断食之行 而大爷卖假药就没有任何处罚 二爷 您向公正言明一视同仁 难道就这么公正言明了吗 你们如此包庇大爷 二爷 我们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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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先不要激动 不服 不服 等我查清楚了整件事情 自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还有什么不清楚 大爷卖假药 大家都传开了 我们都知道 你还想包庇大爷到什么时候 你们先听我说 还有什么可说的 虽然我们是下人 可我们不是傻子 二爷 你敢拿试试的老爷发誓 发誓大爷从来没卖过假药吗 就是啊 怎么了二爷 我们可说了 今天必须给咱们一个交代 端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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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爷 我们都太激动 不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恐怕要出大事了 端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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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爷 你敢拿试试的老爷发誓 发誓大爷从来没卖过假药吗 就是啊 要算什么东西 干啥白家三爷 你 你 白侠瞎训 端齿 端齿 端齿齿 端齿齿 端齿装 端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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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大家进我们白家药厂第一天起 我就跟大家说过 白家祖训就是荆轲玉律 不管是谁 一旦触犯 必受延长 白前锋虽说是我的亲大哥 但他触犯了祖训 就应当受这断职之刑 且从今日起 不得再插手药厂的任何事物 秦升 您敢 来人呢 将白前锋拉下去星星 是 是 干什么 干什么 放手 放开我 你们好大的胆子 我可是回家长子 你们谁敢 断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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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 前生 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我瞎了狗眼 白前生 你给我听好了 如果你今天断了我的手指 咱俩军再也不是兄弟了 醒醒 大爷 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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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曾经往后 我们互不相欠 恩断义绝 今日 我们行动向大家正领了 白家祖训不可动摇 今后 谁要是再敢提起这件事 定不轻饶 老爷 您这招真是高明啊 买通工人闹事 毕得二爷当众处罚大爷 可是如今他被逐出药厂 不必担心 毕竟他是白家长子弟孙 要回药厂 还有很多机会 现在要做的 就是怎么能够逼他下决心 下决心 太狠心了 太狠心了 没有想到 我竟然养了一匹狼 前锋 前锋 大哥 娘 我知道 可事情变成这样 也不是我所想的 你不要叫我娘 我不是你娘 他也不是你大哥 在这个世上 竟然有对自己大哥 这么狠毒的弟弟 你给我滚 你给我滚 从今以后 不要出现在我们母子面前 快 你已经达到你的目的 不要再跟我假惺惺了 滚 老人 你就不要自责了 前锋在知道祖训的情况下 还铤而走险去卖假药 这是事实 他既然敢这么做 就应该预料到有今天的后果 你身为白家家主 就注定要公正 不能徇私 其实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家主 因为之前 我的确想许此 想将这件事情给隐瞒下来 只是没想到 这次工人忽然倒是 这背后 肯定有幕后推手 阿官 也只有他才会做出这么卑鄙的事 老老太 今天好大火气啊 你以为我不知道 都是你在幕后指使 要不是你在幕后撑腰 那些工人就算心里有怨气 他们敢去公然闹事吗 要不是因为你 前生也不会做出这种事情 都是你 害了我的儿子没有为止 断了一根为止 换了一个当家之位 知道呀 要不是我逼他 就凭你儿子那个温吞的性格 能成大事吗 可是 成大事者不拒小节 你儿子 为止已经断了 你能为了这根为止 跟我翻脸吗 可是前锋 现在没有了二当家的位置 这可怎么办哪 有我在就行了 他要回药厂去 要得到大家的信任 一辱反账 相信 之前采薇说要修菊花园的时候 我还不以为然 想着这菊花有什么好看的 可现在看来 采薇这番心思的确没有白费 在这秋高气爽之际赏菊 确实是一件 让人赏心悦目的事 大家有没有闻到一股香味 还是特殊 好像又不是什么菊花的香味 其实我早就闻到了 只是一直没有开口而已 各位太太们闻到的 是我家六姨太身上的香粉香味 香粉 什么香粉味道这么特殊啊 是二爷送给我的 我们这个地方买不到 听说是一位客商特意从 法兰西带回来的 法兰西的香粉 我听都没听说过 妹妹啊 这回你可不能小气了 好东西要拿出来让大家看看 瞧姐姐你这话说的 别说只是看看 如果姐姐喜欢 送给姐姐又何妨 我现在就认识了 也认识了 我认识了 太太 我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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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我认识了 太太 那么我认识了 这次我总算在他们面前 扬眉吐气了一把 历春 历春 你一直愣神在看什么呢 我觉得二姨太和五姨太很奇怪 怎么回事 我刚才看见二姨太追上五姨太 七千思语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可是一看见我 就立马散开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开了 鬼鬼祟祟的 好像怕我知道什么似的 竟会有这样的事 娘 你是没看到碧盒那个得意的样子 我当时是真的恨不得扇他俩耳光 早知道这样 就不该便宜了他 对了 张妈妈 秋兰院那边怎么样 一切正按照计划进行着呢 只是真的要瞒着二姨太吗 并不是我想瞒着他 只是这件事情事关重大 多一个人知道 就会多一分变数 等一切结束之后 我们就离开这里 凭着商药药方 我们也可保一事无忧 我怎么又到这里来了 我到底在期待什么呢 前锋 不知道他的伤怎么样了 不行 我不能再靠近他了 我不能一错再错 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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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有些不舒服 你们没事就都回去吧 都差不多 太多了 姐姐 你那边准备好了吗 我那边都没问题了 你那边呢 我那边也差不多了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明天我去你那儿之后 咱们再细聊 走 原来这两个人 早就联合在一起了 只是他们说话 跟打雅迷似的 到底是什么事 肯定没好事 明晚寒相悦 别跑 不好了 不好了 什么不好了 慢慢说 小姐 小姐的 小姐 小姐怎么了 小姐不见了 小姐不见了 快走 明月 快 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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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个坡子用开 这位妈妈 我刚刚在那边 看到一个钱袋 是妈妈掉的吗 是钱袋吗 咱们去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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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人 好 好 好 我一直以为是没想害我 却没想到采薇也有份 好多个采薇 害得我好苦 这个碧盒分明就是 马富芳安插在我身边的眼性 不但多次陷害我 还趁我生病的时候勾演而已 我岂能忘了她 碧盒她只是个小角色 我们真正要对付的人 是马富芳 她害死了贵琴 我们岂能轻饶过她 可是 闹鬼的点子已经用过一次了 再用合适吗 这次不应该 这次我们有红袖 红袖 贵琴的丫鬟红袖 他们找到她了 两天之后 就在废里面 任她马富芳是妖孽转世 我要让她献出原形 搬到马富芳后 下一个就是碧盒 太太 大事不好了 一大清早的 你这又唱到哪一出啊 碧盒是向太太请罪 碧盒错了 太太 请太太原谅碧盒 请太太原谅碧盒 你的请罪一文不值 不管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滚 彩薇和梅香正在计划 联手对付太太 你说什么 太太 太太 我们都被采薇给骗了 采薇 采薇她早就知道了 我是太太派到她身边的人 不可能 如果她早就知道 就不会有飞院的事情发生 那个时候她还不知道 师太锦族出来之后 太太 你可曾记得 采薇之前说过连翘的事 当时我心虚 我没有仔细想 可后来丘陵出事后 我才回过神来 原来那是采薇在试探我 当时我心虚 就直接来找太太 恐怕 这都在她的掌握之中 你说清楚一些 太太 太太 丘陵的事 我知道 太太一定以为 是我在暗中搞鬼 可是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是采薇 采薇她和梅香 她们两个联手计划的 她们计划得天衣无缝 不但成功扳倒了三义太 使她禁足 而且 还让太太对我怀恨在心 太太 她们是在报复 我也是在那个时候 开始怀疑的 太太 你这次一定要相信我 一定要相信碧盒 刚才你说采薇和梅香 要联手对付我 这是怎么回事 太太 她们长得红袖了 红袖 世纪 还要从两天前 我在菊花院看到她们 太太 我在这里已经盯了很久了 没见有人来过这里 你可以放心进去查看 不用担心别人发觉 是真是假还未可知 碧盒这个人诡计多端 我始终无法相信 如果碧盒的话是真的 我们应该能在废院中 找到一些痕迹 我也是这么想的 太太你我看看 按理说 废院很少有人来 应该蒙尘才对 可是这里的家具和木器 显然都很干净 显然是有人来过这里 我们再仔细找找 来 太太你看 你快看 这分明是四乙太的衣服 不错 这是鬼祭的衣服 看来碧盒说得没错 二乙太和五乙太 正计划卷土熟卖 利用四乙太的时间 来对付太太 幸好碧盒知道这件事情 否则 他们两个一定会利用红袖 打得太太措手不及的 好 前锋 蔡薇 怎么是他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前生 太太 你们怎么也在啊 以后你说什么 我就做什么 你让我等 我就等 不过 你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不然 我一定不会放回的 好 太太太了 太太了 我相信 我相信 一切有风回路转 不过 你也在你 你和我 海谷岛边 寻梦的人路遥远 只为那一朝芳草的连天 枯雨冷 弹指尖 就算千里是封烟 我相信 一切有风回路撞 长一回 古道边 寻梦的人路遥远 只为那一朝芳草的连天 枯雨冷 弹指尖 就算千里是封烟 我相信 一切有风回路撞 枯雨冷 弹指尖 就算千里是封烟 只为那一朝芳草比连天 我相信 弹指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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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